2015年9月20日 這是TMHK的Candy 我們見到發言人 就吃飲料了 剛剛聽到你就是打算去選西環那邊 其實西環那邊可能很多讀者都不知道 那邊區議會的情況是怎樣的 西環的演武區 中西區或者堅持地區 已經被一個保皇黨全面包圍的情況 過往十多年都是一個困局 但是尤其是我參選區 就是劍魔區的時候 過往的票數是叫民主派和國學派 他們都是實力不是很圓船 可能欠100票 但是為什麼永遠都是這樣 自己下區前都不明白這個問題 但是下區之後發覺 原來有很多人會很厭惡所謂的傳統民主派 他們做很多事就是為了選舉 但是去到選舉完之後 那三年又好像沒有了 但是有四年出來之後又有很多經驗 所以有很多時候這些票數都是陷入投資 所以我想今年下去 為什麼會自己選擇這一區呢 就是希望大家一個新的園面下去 不是為選舉而做 不是為甚麼而做 而是我一個西環的人 走出來為我自己堅持地勢 下花一場成績 明白 那對你所知 其實是否現在你的選區 已經是無可避免 跟傳統範圍和建制派行走呢 我想都要等他們細思之後 我不能夠幫他們做定論 但是如果在這個局面 我想他們真的要這樣決定 我覺得無可避免 明白的 那因為剛剛你講的比較多就是理念上面的東西 是啊 那你想想想想在當區裏面 你有沒有發現到有些甚麼問題 已經是你將來會著手去解決的 當區其實是有很大的問題的 首先就是整個建立地勢在地鐵急上天通車 我想全香港都會知道 所以在當區會有很多叫做重新規劃的問題 包括公屋到底會不會重建呢 包括整個道路規劃 另外就是有很多的刊落措施 會不會 如果保安建制還在的話 它會不會成為了一些商業化無限 破壞了當區生態的東西呢 那我想這些都是我們當區的發展大成員 當區裏面 明白 多謝你接受訪問 多謝你